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下面号名 九四 火封鼎 琴贵 鼎缘吉亨 我愁有吉 这句话就是说 问鼎中原 这个鼎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吉祥物 但是是很多人所觊觎的 所以叫问鼎中原 有很多人想要获得这个鼎 因此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 我们知道秦桂是二号人 二代表昆为地 他的挂得是顺 就是与人沟通的意思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顶挂 火封鼎 九四 火封鼎 火 代表离为火 是成功要求的意思 迅为风 风的挂得是入 无孔不入 就是策划的意思 顶挂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要求很高 内在是属于策划性的人物 秦桂他生于1091年 比岳飞大12岁 鼠羊的 都是各为其主 秦桂他为了高中 岳飞为了要把清晖二宗救回来 所以他们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就产生了碰撞 秦桂他在24岁的时候就重进士 后来在36岁的时候和清晖二宗一起被掳到了金国 过了两年他逃回来了 所以在历史上面有阴谋论 说他是回来为了金国作为碎客 他是属于组合派 岳飞是属于组战派 你说哪一派是有道理 其实是很有争议的 宋朝南宋的国内宋山总值 都高于汉朝与唐朝 组合派认为说尽量不要打仗 一打仗就劳命伤财 也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岳飞他们就属于组战派 需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也可以讲是爱国秦超 也是无可厚非 如何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找到平衡 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秦贵从金国逃回来以后 十几年的官宦臣服 最后得到高中的赏识 当上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1155年的时候过世 年64岁 四号追封为中宪 是经过了50年之后 宋朝的历史才认定秦贵为奸臣 放到奸臣列传里面 现在我们看右边的岳飞 岳飞是五号人 五号为中央灵活 他生于1103年 25岁的投笔丛容 他是一位乳匠 诗词非常好 写过满江红旷世民著 39岁被陷害 壮烈成人 这十几年当中 他打了无数上百场的战争 成为家喻户晓的岳家军 我们知道 在宋朝开国的时候 宋太祖赵匡 就是当时手上持有军队 才城桥兵变 获得了政权 因此宋朝的历史里面 他们很注重文人治国 尽量控制武将的军权 岳飞曾经要反攻金兵 结果十二道金牌 秦贵把他召回 所以从这些事情看出来 宋高宗对岳飞是非常有戒心的 但是在这里完全不能否认 岳飞的金钟报国精神 在他的满江红的池里面 就可以看出他的心境 怒法充关平栏处 潇潇雨蝎 这些都是旷古名句 我们前几集做了一个有关五号人物 魏基卦 两位进化论的创立者 华莱士与达尔文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达尔文 却很少讲到华莱士 为什么呢 因为华莱士就是五号魏基卦 五号魏基卦的意思就是小胡奇迹 智取其辱 在历史的地位上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位 前几集我们做了一个二号人物顶卦 就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他就是顶卦 最后他的反对党 抓住他的性丑闻 名誉扫地 就像秦桂一样 秦桂过世五十年后 将他的追风嗜好 宗献取得下来改成谬仇 谬恨 所以以后我们看到这两个卦的时候 就可以从历史人物当中学习到智慧 好 我们看下面后面 宋朝数字简易时 九四火封顶 秦桂 顶元吉亨 我仇有吉 秦桂是1091年 1月17号生日 鼠羊的二号人 摩羯座 工作狂 我们再看他的内心潜意识是 九四世 火封顶 我们再看右边的岳飞 1103年 3月24 比秦桂小 12岁 他们都属羊的 五号人 白羊座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 911 火水未济 好 我们看下面 顶挂 火封顶 顶 元吉 亨 我们看九二 顶有时 我愁有吉 不我能济 这句话就说 在这个宝顶里面 有食物 在烹煮的时候 很多人就来觊觎这个食物 所以就是说 一个人长有国家重器的时候 有很多正反意见 他如何平衡 就是他一门 艺术 好 我们看下面 顶挂 吞刃 取芯 布置新气象 建立新政权 好 我们休息会儿 回到现场 继续下面的主题 请不吝点赞